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角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昨天晚上美股小涨收红 台北股市今天平盘开出 最终大涨了147点 成交量也放大到4754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今天涨147点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新加坡跟香港是放假的 澳洲也放假 因为今天有国定假日 耶稣受难日 是 所以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也跟着放假一天 那一般在这种假期前 尤其这次美国是三天假期 那三天假期前 交易一定是比较冷清的 所以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波动不大 稻穷涨47点 纳达克跌0.1% 费成报道体小跌0.1% 各股波动都小幅震荡而已 那在美国波动小的时候 台北股市今天不错 今天涨147点 那连同的 今天日本股市 日经指数也涨253点 所以跟大家讲过了 台北股市很简单 看完美股之后 紧接着再看日本股市 因为日本股市比我们早开 一个小时嘛 对不对 人家半点就开漆啊 我们九点再开 所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日本会先反映在前面给我们看 那日本股市今天开高100点之后 很快就涨了两百多点了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开盘 开了平高盘之后 慢慢的越走越高越走越高 受半数受的观点 那今天台积电涨了10块钱 对指数就贡献了80点 联发科今天也涨了3% 35块 联发科今天占指数也占了17点 那今天广达也不错 广达涨了5% 占了16点 所以光是这三只股票 加点 占指数贡献 就已经110点了 那光是这三家股市 只要占了110点 那今天指数就已经奠定了 不可能会下来的一个基础 可是今天五五坡 涨的加速跟跌的加速差不多 上市的部分涨385加 跌了500加 平盘是102加 所以行情完全看个股的表现 你只要记得 你那边跟大家讲的 起管就不要再堆了 你看红海 涨那么高了 你再去追 今天红海就大跌了5块半了 对不对 所以起管就不要再堆 要买走就改买了 红海要买 100多块钱就该买了 105 106 对不对 最慢最慢 110就要开始买了 你等到它涨到150 你再去追就太慢了 像最近重电的股票 不管是华晨 或者中兴电工 甚至于市电 那都去那么高 够没尾 等到涨那么高你再去追 你看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讲 重电的股票不要再堆了 再追你也会踏着踢帮 讲完之后 礼拜三华晨 市电都怕跌停 昨天又跌5% 所以该提醒你的 林儿院每天都会提醒你 养成埋底部的好习惯 永远是不会错的 当古神巴菲特买钱来做的 古神巴菲特 他会一只鼓跳 长到半天高再去追吗 也不会啊 对不对 你们习惯看线形 线形固然重要 可是线形说穿了什么 技术分析线形 说穿了 他只是记录 股价波动的过程 对不对 你看古神巴菲特 他会单纯只看线形在做吗 他养那么多的研究人员 专门在研究 产业的变化 跟未来的一个趋势 当他发现某个产业 接下来要开始步入好的一个景气 从股价再低的时候 他就开始大量买进了 给他时间 行情一发动之后 你那股神巴菲特那一赚 就是五倍八倍十倍在赚的 但要报好几年 我们不可能这样破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一样 用古神巴菲特的方式 我们找贪大钱 半千的股票来买 等到行情一发动 快则两三个礼拜 慢的话一个多月 30% 50% 我们都贪得对 林的月一直用这样的方式 一直印证给你看 已经印证无数次了 已经印证好几年了 你们应该不怀疑了 你看礼拜二的时候 记不记得礼拜二 从开高200点到杀低200点 买回戏霸店 很多投资朋友 吓到落荒而逃 当天融资大减40亿 我当天就跟大家讲了 这是给大家减便宜的好机会 在520之前 你不要认为行情会有大跌的空间 大家意思吗 是的 我这样形容 你看历任的总统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马英九 到目前即将卸任的蔡英文 哪一个总统任内股市表现最旺的 最好的 蔡英文 有什么好怀疑的 因为前四任总统 股市要站上万点都很难 蔡英文总统任期到现在 已经两万点了 已经两万点了 所以蔡英文总统他是对股市最在意 对于股市 他是一直最注重的 那在他520要卸任前 他会容许让股市出现大跌 的情况吗 既然八年的多头 都这样走出来了 我相信他也希望在他任期 最后的时间 在结束前 划下最完美的据点 对不对 所以在520之前 股市要下来几乎是不容易的 问题是 涨到两万点 很多股票都已经很高了 你又去追关 你也贪不钱 可是在轮动过程当中 有很多底部才刚要开始的 你看红海闷多久了 是 对 天雷勾动地火 对 一发不可收拾 行情一发动 就直接飙到150了 最近很多这样的机会 以前都罚人问津 可是财报一发布之后 整个行情就冲出去了 所以这个礼拜六 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我就要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财报配息的反击 财报配息的反击 很多业绩很好的个股 股价都没有被人家炒作过 因为大家没发现 可是财报一发布出来之后 哎呦这金的这贪金 大半期了两万点 那都没上当 那资金一进去之后 成行情就开始飙出去了 你看郁金光也是啊 郁金光也是闷了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股价只有 380到425 300块到425 45块 以这种400块的股票来说 10%的业绩 10%的范围里面 竟然能够走一年啊 这样闷不闷 10%的空间走一年 那财报一发布完之后 很快就冲到 540元啊 所以你要去找这样的机会 不是在随着市场 这边乱追高杀低 你看最近很多AI的股票 涨那么高之后 摔下来都很深啊 台光电 550跌到剩400块钱 那大盘去 那有效 没效啊 大盘是个方向 个股类股是在轮动 对 3443创意 涨到2000 现在剩下多少 1200而已 八百块没去啊 所以不要再去迷恋 那一些涨高的个股 我们找table的股票来求 礼拜六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我就要告诉你 还有哪些 长期都没有被人家发现的 可是股价 获利反而很好的 到时候行情一发动起来 30% 50% 很快就会兑现 所以这两天你还没有报名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财报配息的反击 财报配息的反击 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会把我所发现到的 我所找寻到的好的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来 那就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任何院带着你 一支一支慢慢做 你看拜日 从涨200点 杀到变200点 我们带会员趁机减便宜货 贵多几支 我当天也跟大家分享了 对不对 五三八八的中壘 我们趁礼拜二跌的时候 140元买进 买完当天收盘就145了 紧接着礼拜三大涨5% 昨天礼拜四一开高 我们就通知自尊会员 150卖出 当天最高151 150卖得到 很漂亮 因为当初买进的时候 我就跟会员讲了 这支我们做三五天就好 做周发 做一个星期五天以来的行情 结果礼拜二买 礼拜四卖 短短两天时间 140买150买 10块钱啊 10块钱 一张一万 10张就10万啊 你看昨天 中壘卖掉 今天中壘剩多少知道 多少 134 哇 是 有啦 今天中壘是除息 我们要严谨说 中壘今天除息配了4.99 大概是五块钱 那我昨天 150卖是不是很漂亮 是的 这规定说 除息就一定要跟他参加的 嗯 对 我卖完之后下来 我还有便宜的机会可以再减啊 你看金城四少 金城四少都会去 嗯 金城科 当礼拜年又打电话进来问的 就知道嘛 金城科嘛 是的 对 研究报告都给你了 那么赚钱的公司 对 金城科是 华兴立华集团的公司 哦 在整个国内集团股里面 华兴立华集团是最爱炒股票的 是 往往股价不动就不动 可是一动起来就很厉害 金城科去年每股获利将近7块钱 6.7 获利写下历史新高 那获利写下历史新高 四个月没有动了 那财报一发布 冲出去 那压下来就赶快买啊 你看我们在礼拜二趁大盘跌200点的时候 买69块钱 买69块钱 昨天 金城科 已经冲到 76块钱啊 这样礼拜二买到礼拜四就10%啦 那今天金城科押回来 向中股票押回来就是买而已啊 我们今天押回的时候也是通知我们的会员 金城科还空手的 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会员加入我们的行列 所以有些之前还没参加 这两天刚参加的 我今天趁押回也是叫他们 请他们买金城科 72块买进 今天最低就在72块钱 然后尾盘人说又拉回平盘了 拉回平盘 又将近70块钱了 当天买 当天又赚了快两块钱了 这样中股票 随时都会冲出去 北比才10倍而已啊 获利创利史新高的公司 北比才10倍而已 但我不是叫你一定要买金城科啦 你要买的技术 上星期研究报告送给你之后 这几天有来69块钱 你应该都要买进了 还有哪些个股 去年财报 业绩很好 股价刚从底部要上来了 刚要发动了 我待在演讲会上 一支一支来跟您说 等一下广告时间大家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年报 配息的反击 好的谢谢老师 大盘指数只是方向 最重要是要选对股票 跟对老师 想要找到财报好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恒业老师这个礼拜六 下午在台北的讲座 主题就是财报 配息的反击 进一部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手中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因为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想要掌握财报好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恒业老师这个礼拜六 下午在台北的讲座 主题就是财报配息的反击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想要复制中壘 金城科 还有台达电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手中如果有股票套了的问题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 信杰老师的Lite 以及Telegram账号来做咨询 加入之后 在盘中及时的讯息 还有老师的看法 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哦 Lite at 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8 子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稿的林和彦老师 个股市轮动轮涨 选对股票才是最关键的哦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和彦老师 这个礼拜六下午在台北的讲座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你们一边打就要帮我们一边听我分析 要懂得买底部 当然还是要有原则 业绩烂的就不要了 投机了 也放他一码吧 我们找贪大钱 还在台北的股票 一支一支慢慢来扣 30% 50% 给他时间 货率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你依照我的方式 依照我的原则 股票市场 常常久久 钱贪不得完 有点事 不要吃快都没办法 急着要赚钱 然后看到涨就追进去 这样不一定会较好 影响会场上面 我会把 我掌握到的 刚从底部 业绩很好的股票 来跟大家做 一一的分享 你看台大电 380跌到270 全市都没人在扣 这种大跌的股票 没有人会去碰 大家去怕也是 大致感最高而已 对 所有老师都一样 只有你那些最高 哇 拔青了 人不敢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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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看台大电 从270几 我讲完之后 一路涨 这个礼拜已经涨到 365了 那涨到365 我们350卖掉 你很漂亮 是 对 280买进 350卖出 1张7万块 10张就70万了 报酬率 32% 是不是达标了 是不是达成 30%的目标了 是 我一档一档 一直在印证给你看 你看那么久了 相信不够 你要跟着做 还有好的机会 不用担心指数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过 在520 蔡英文总统卸任前 这个行情 不容易大跌 顶多维持在高档震荡 肋股会一直轮一直轮 所以你还有 赚钱的大好机会 不要买不堆 我们找贪大钱 鼓励又在地步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支股票 你仔细听 是 乖乖你就好 我现在掌握到一支股票 这家公司在资产负债表 发布的时候内容 光是现金就336亿 哇这么多 他手中握有的金融资产 什么叫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比如说像 投资股票 或者公司行号 很喜欢投资的债券 因为你有时候你现金 放在银行里面 定存利息很低啊 只有一%而已啊 那你买一些国际 美国债券或者金融债券 那个利率2% 3% 那个更高嘛 这是属于金融资产的部分 他金融资产也有169亿 仓库里面存货 有64亿 听我说什么 这家公司他目前手中现金336亿 金融资产169亿 存货64亿 可是 全国交易加加起来 总市值150亿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这样形容 是 一家公司的财产 分成有形资产跟无形资产 这样大家就很清楚 有形资产 比如说土地 厂房 设备 订单 库存的存货 现金 金融资产 这些看得见叫有形 那无形的商与专利 员工 人才 每年固定的订单 就叫无形的 那把有形加上无形 就是他全部的财产 那全部的财产 是不是相当于 他所有股票的总和 总价值 总市值 这样听懂吗 是 结果我刚刚念给你听了 目前这家公司的总市值 才150亿 可是公司手中竟然握有 336亿的现金 金融资产169亿 光是存货也有64亿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家公司严重低估啊 全部股票加起来到150亿 人工司手中 现金就336亿了 对 总股票不容易出现 我一年大概只会发现一次 可是当发现那一次之后 都是变成荒野大标股 不是 我去年发现了地宝 地宝 不是仁爱路那个地宝 是 坐车的地宝 是 地宝当时我发现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情况 结果我们开始买进之后 它从60块钱一路涨到现在 200多块钱 那我现在又发现了这一档 这只股票 荒野大标股 可能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讲很完整 演讲会场 我跟大家讲的 是更仔细一点 那大家先来报名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荒野老师坚持只做 底部GEO奇长股 一定会待进待出 想要复制中壘 金城科 还有台达电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荒野老师这个礼拜六 下午在台北的讲座 主题就是财报配席的反击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顾的 林荷燕老师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先进到一定要选对股票 跟对老师 想要掌握财报好 股价还在底部的GEO股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荒野老师这个礼拜六 下午在台北的讲座 主题就是财报配席的反击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想要掌握 荷野老师说的这一档 荒野大标股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